为了提升观光业者数位行销的能力 华林新政府观光处在台湾观光学院美轮校区 举办了东大门夜市以及金三角商圈培训课程 邀请专业的经理人以及主厨来担任讲师 分享饭店行销企划的实战经验 以及实作创意菜肴 让现场的40多位学员收获满满 提早为后疫情的夏季观光热潮做好准备 为了提升观光业者数位行销能力 县府观光处在台湾观光学院美轮校区举办培训课程 并且邀请汉平酒店总经理孙慧如 副理业惠正担任讲师 分享饭店各项行销企划案例 同时也由汉平酒店主厨林志雄 吃做美食摆盘以及食材搭配 希望借由这一次课程与商家有更多经验交流 一般活跳墙都会用排骨或猪脚 那我们这一个比较不一样就是说 我们是用梅肉和猪腱肉 那我们这个鸡肉呢 他们一般都是用带骨的 我们是用去骨的肉鸡胎 我们连红枣哦 我们都是用去脂的 把脂挖掉的 所以它整容吃起来 你不用说会吃到猪脚 还是鸡肉要不骨 挖骨丁哦 跟这个酸丁 所以我们说做这个料理不一定 你没有鸡丁 你鸡筍大粗的时候 我想用鸡筍也可以 还是说都没有竹筍的时候 我想用小白筍 这个都是可以的 少料 长大会啦 平方会 加一些米粥的杀 这样比较适合 先感谢华林县政府观光处人 这么用心帮我们安排这个行销的课程 跟料理的课程 除其他的用心之外呢 干净卫生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就会融入到 东大门也希望 我能够回去的时候 多多宣导 东大门的所有的摊商 在卫生干净 以及用心这个部分呢 还有在摆盘的部分 包括多加的用心 你今天怎么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课程 今天怎么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课程 这个就是 就是很难得有机会到厨房 然后看主题 直接料理 有甜吗 很甜 好吃 还有吃到吃里面有什么味道 海鲜的味道 海鲜的味道 那有没有 因为活跳奖应该有芋头 里面有没有芋头 有芋头啊 有莲子 还有莲子 还有莉莉 哦 排骨 哇 好丰富哦 对 还有包 对对对 这一次系列课程内容包含了商品文案发想 创意料理研发 网络社群行销 县府观光处希望借由这一次系列课程 与商家有更多经验交流 转换自己的创意 大家预先为夏季观光热潮准备 记者综合报道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